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來看到現在台電似乎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在新竹峨眉的變電所 發生了一次入竊道電纜的事件 保全人員是從監視影像發現異常 現場也有竊道工具 包括爬梯跟破壞險 而經濟部也已經要求台電 啟動關鍵的基礎設施演習 各系統也要加強警戒運轉 而這次事件 台電也已經報案處理 由警方來進行相關的調查